是吗 到什么程度 我们今天所有的条件都谈好了 他让我按今天谈的条件 回来起跑细一书 你知道 现在我们的资金只够周转 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 蓝江网站将不会存在 也尽快把这事办好 交给我 看来你们还没有理会我的议题 这是我们公司常理的方案 张总 按照您这份协议 我们是没有办法和您签合同的 而且 我们两个人没有这个权利 和您签这份合同 据我所知 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 你们网站很快就会垮掉 到时候可能连我出的价钱 也没人出了 你好 蓝江网站 是你 好 我一定去 开发部经理 好年轻的经理 如果在酒吧看到你 我一定以为你是不大学生呢 嘿嘿嘿 哎 据我所知 在美国做电脑的都很年轻啊 至于我 做什么经理不经理的 都不是很在意的 怎么样 你们的工资还好吗 嗯 说句实话 嗯 我们现在遇到很大的困难 如果没有新的资金注入的话 很难再撑下去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 我没有见过像你这样跟投资商说话的 还没有开说呢 就把自己的穷底子全给兜了出来 蓝老师一点也不穷 蓝天 没礼貌了吧 我要上厕所 走 我带你去 怎么样 我给你介绍的人才还不错吧 嗯 非常好 很值得投资 你知道吗 在美国 对一个公司看好的人 投资起来 并不比投资一个机构要少 嗯 对 虽然我也不太懂什么投资 也不太懂什么电脑 可是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挺好的 挺诚实的 而且专业也不错 应该是挺有发展前途的 哎 我看他跟点点 好像一点距离都没有啊 怎么样 你们是不是特别熟啊 没什么意思啊 我没什么意思啊 像我这样的单身女子 对于帅哥 总是比较有兴趣嘛 原来是老样子 可你别忘了 你现在可是投资代表的身份 不是出来找男孩子 这点你放心 在这方面呢 我是一个特别有专业素质的人 你做什么呢 点点快来 把你的饮料喝 天下的眼睛 天下先生 这陈铭以前从网上传给我的一份资料 你可以看一看 哎 点点 我要看 不行 这我爸爸用信 我为什么不能看 我爱知三人的东西 要懂事啊 宝贝 听话 关于音视频网上传输系统设计方法 我们公司呢 对网上传输这份资料 非常的有兴趣 音视频网上信息传输 我们网站有很好的基础 是吗 戴娜小姐 我们之间的合作 会不会很有希望呢 我喜欢跟你这样的人谈生意 我们合作 一定会成功 我这次来呢 主要是想对贵公司在网络传输方面呢 做一些考察 我们东方投资公司 一直以来在内地都有很多的投资 欢迎欢迎 看来我们公司